今天中午 我国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火箭 朱雀三号试验舰 成功进行了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 试验中 火箭起飞后约113秒 发动机进行了一次关机 在经过无动力滑行后 火箭进行了二次点火 最终在距离发射工位三公里外的回收场 实现了安全着陆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期新闻直播间特别策划 科技推动力将带您探秘 可重复使用火箭朱雀三号 进入今天的新闻直播间 特别策划科技推动力 今天中午12点 我国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火箭 朱雀三号的试验舰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 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 再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为将来实现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 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发射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本次试验中 火箭起飞后约113秒 发动机进行了一次关机 火箭靠惯性飞行至距离地面 10,02米的最高点 随后经过无动力滑行40秒后 火箭在距地面4.64公里处 发动机二次点火 最终在距离发射工位3.2公里的回收场平 实现软着陆 总飞行时间200.7秒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据介绍 本次试验是朱雀三号 即今年1月完成百米级飞行试验任务之后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垂直起降回收 各项关键技术的进阶验证 飞行过程更贴近 重复使用火箭回收过程的实际工况 从而全面验证 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动力系统 关键技术 朱雀三号还需要验证的 就是在也有级分离之后 进入重一大气层之前 还要进行一次动力减速 我们是通过朱雀三号的飞行实验 那么也有级分离之后 那么一级去做回收实验 来验证这样一个环节 朱雀三号是一型大型液氧甲烷 可重复使用火箭 舰体直径是4.5米 全舰总长76.6米 起飞质量约660T 一级火箭射击复用的次数不少于20次 运载能力不小于18.3吨 本次任务是朱雀三号 即2024年1月 圆满执行百米级飞行试验任务之后 对大型液氧甲烷重复使用火箭垂直起降回收各项关键技术的 进阶验证 根据目前计划 朱雀三号预计2025年实施首飞 2026年实现一子级回收复用 力争在未来三年内助力中国商业航天实现大运力低成本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的根本性突破 在朱雀三号今天的实验之前 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也完成了10公里级垂直起降的飞行试验 根据专家介绍 10公里是可重复使用关键技术验证 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节点 专家介绍 通常情况下 10公里以下的大气密度相对较大 环境也更加复杂 火箭在这个阶段飞行 需要经历的考验比较多 此外 火箭在10公里左右高度 会经历最大动压 此时 火箭受力情况最为复杂 对滋控系统的考验也最大 易子集在到达了这样的高度以后 你在返回的过程中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扰动以后 你要回到着陆点 就是精确的进行定点的着陆 这个过程中的控制过程 包括我的扇割舵 以及火箭发动机等等 这样一些执行机构 它都要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配合 你才有可能安全的 非常轻巧的 着落在预定的着陆上 此外 对于朱雀三号试验舰来说 从10公里高度返回 也可以更好地验证 相关的关键技术 10公里落回到5公里的时候 这个速度会 我们叫接近音速 那么就验证这样一个跨音速状态下 我们三格度 还有发动机 这个再次启动 以及联合控制的这样一个能力 朱雀三号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可重复使用火箭 提到重复使用 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但是对于火箭来说 要真正做到重复使用并不容易 那究竟什么是可重复使用火箭呢 它的技术难点又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顾名思义 可重复使用火箭 就是相对于一次性使用火箭来说 完成预定发射任务后 可以全部或部分返回地球 并安全着陆 经过检修维护与燃料加注 可以再次执行发射任务的火箭 与一次性使用火箭相比 可重复使用火箭增加了四大类关键技术 一是火箭返回时 要让它落得准 二是火箭着陆回收时 要接得稳 三是为了满足重复使用要求 怎么让火箭用不坏 四是当火箭需要局部维修保养时 怎样才能修得快 可重复使用火箭相比传统的 一次性使用火箭 实际上具备两大核心优势 第一个是低成本 第二个就是高频次 适应这种高频次的 高密度的这种发射 这样大幅的提高对空间的 这样一个运输能力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要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等目标 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 目前国际上最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 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 已经实现了超过三百次的重复使用 目前我国国家队以及各商业航天企业都在攻克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 目前整体进展顺利 应当说我们现在的整体形式是非常可喜的 可以说我们的国家队 也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我们的民营企业 在一起发力来促进我国可回收 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发展 刚才我们也提到可重复使用火箭 研制的难度很大 需要克服多项技术难题 那为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将它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流呢 火箭其实和汽车轮船飞机等一样 是连接两地在两地之间运送人和货物的交通工具 既然是交通工具 成本和运输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年来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逐步提上了日程 数万颗卫星组成的星座 对火箭的低成本高效率运输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比如说对于这种一子级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来说 那比如说一子级重复使用十次的话 因为一子级的这个在全舰当中的这个成本呢 大概会超过70% 那么现在全舰成本的70%被十次平坛了之后呢 那么每次发射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成本就会大幅下降 而除了降成本以外 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研制 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提高产能 将火箭回收并再次使用 相比重新造一枚火箭来说 不仅成本低 而且能够大幅提高火箭的发射效率 每次的发射费用 它的这个构成因为非常复杂 包括中间的运营成本 包括这个测控团队等等 这些成本都是在里面的 如果你的发射次数足够多的话 确实可以贪保你之前的这个制造这部分的成本 目前国内包括国家队在内的多家企业 都将研制可重复使用火箭作为主攻方向 各家的技术方案和研制进度也各有不同 后续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的 我们继续来了解 目前我国主流可重复使用火箭采取的核心方案 都是垂直起飞垂直降落 各家研制的火箭在直径构型 以及运载能力等方案上略有不同 火箭使用的燃料 主要集中在液氧煤油和液氧甲烷两种组合 人类的第一种运载火箭就是使用煤油液氧这个组合 液氧煤油这个组合其实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说从近期的角度来看 这个组合我个人觉得就是取得更多的突破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 确实液氧甲烷是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组合 杨宇光介绍 火箭回收后还需要经过清洗检测维修等工作 才能够再次使用 为了控制成本 以上工作也要尽可能压缩 液氧煤油和液氧甲烷这两种组合 虽然都是碳氢混合物燃烧 但相比之下 液氧煤油的含碳量更高 燃烧后容易积碳 清洗难度更大 甲烷它只有一个碳原子 那么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燃烧以后 产生这种积碳的这个可能性就更低 从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维护的角度来说呢 甲烷确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基于液氧甲烷这个组合的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 这个运载火箭呢 我相信也会是大有发展 可重复使用火箭需要攻克发动机推理调节 高精度制导导航姿态控制 以及垂直着陆支撑等关键技术 十分复杂 目前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制 整体进展顺利 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技术验证件 和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三号 都已完成10公里级重复使用飞行试验 航天科工集团快舟火箭 星际荣耀的双曲线二号 中科宇航的利剑二号 星河动力的智神星一号 以及天兵科技的天龙三号等 可重复使用火箭 都在按计划攻克各项关键技术 专台石转开